你不想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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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登下 李少傅 这么晚出宫是想去哪儿啊 姐姐你呢 王孙 请你立即卸身 再不出来 我现在就杀了李浩岚 王孙 你这太不公平了 现在 可以把钱放下了吧 全部给我拿下 明日王上会亲自审问你们 好好待着吧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 叫你不要冒险 这简直就是儿戏 此事怪不得吕兄 赵王因卫楚之事忧心忡忡 赵高昊阳率军护卫 更驱逐所有的百戏班子 这次祭典戏班众多 那些卫士 则会一个一个盘查 看来 你是被秀玉盯上了 王孙 你看我替你四处奔走 舍身忘死 这关键时刻 你不能任由我被杀呀 你不为 现在是说这种事情的时候吗 明日太阳升起 便是审讯之事 到时候 你们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到我身上 王上不会信 我们既已结为同盟 只有这样做 才能确保损失最小 有了 有什么 来人 外边有人吗 干什么 叫什么叫 这是给你的 你们不用白费心思 我是不会放你们逃跑的 不必放人 只要你帮我做件小事 事成之后还有中嫌 什么小事 我要你 帮我传递一个消息 父王 今日一早 宫中流言纷纷 说有一男子混入宫中 恐有淫乱后宫之嫌 什么男子 恰逢祭典 宫中百戏班子 秉侍的朝臣 还有巡逻的士兵 有几个男人 不正常吗 不正常吗 启禀王后 那些人言之凿凿 说有一男子 化妆成女子的样子 在宫中行走 如果心中无鬼的话 大大方方就好了 何必男扮女装呢 你说的都是你亲眼所见 父王 儿臣未曾亲见 但是宫中流言 甚嚣尘上 愈演愈烈 儿臣以为 此事应该为真 这还叫什么王宫 不管什么人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鱼儿 去 一定查清楚 是 父王 儿臣现在就去查 报 王上 公子父求见 让他进来 诺 王上 王后 王上 昨日祭典 有人心怀不轨 妄图趁机逃跑 被秀玉当场抓住 这些人 人 哎呀 究竟怎么回事 当着王上的面 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 是 是有人给小的一千金 让小的 携带秦王孙出宫 大点声 大点声 到底是谁 给了你一千金 是吕不韦 就是他 吕不韦 寡人对你不好吗 你怎么敢做出这种事去 你知道你把秦王孙放走 是什么罪过吗 杀头之罪 那你还敢 还有你 李浩岚 秦王孙是秦国质子 而你是赵国人 你怎么也敢 背叛寡人哪 王上 此事跟浩岚毫无干系 他是无辜受累 你闭嘴 王上 我们是被人构陷的 吕不韦 众母睽睽 不容你狡辩 王上 吕不韦 深受您的大恩 却获同李浩岚 私自放跑秦国质子 如今 可是两国对峙之急 他们此举行如叛国 还请王上严惩 你们几个 拖着去 律法处置 诺 你笑 笑什么 我笑 是因为王上被人蒙蔽 不变是非 大胆 不是大胆 是问心无愧 吕不韦 到了这种地步 你还在狡辩 敢问一句 人人都在为祭典忙碌 为何只有你出现在东门 那是因为 我发现了你的阴谋 既然收了重金 为何要出卖雇主 我 王上请看 这就是公子傅所言的证据 原来是驱打成招啊 什么驱打成招 吕不韦 你不要血口喷人 王上 王上 小人确实没有说谎 的确是他 王上 若是吕不韦被打成这个模样 别说是诬陷他人 就是让说 太阳打西边出来 那也成啊 别忘了 你们三更半夜的出宫 不是逃跑 又是何故啊 我们是捉你的奸 你与人偷奸 被我们发现 为了成功洗脱罪名 将班主严刑拷打 还出动大批卫兵营造出逃的迹象 成功将我们定罪啊 今日若是我们死了 你便可高枕无忧 真是毒辣之急啊 你简直就是血口喷人 什么死痛 什么拙劫 简直是荒谬之急 王上 我亲眼所见 一个穿着宫女服饰的男子 与公子父亲热 吕不韦 你们可是在戏班子被抓住的 人人都知道 我跟秦王孙要好 内热的事也是我俩亲眼所见 至于李女官 那是王后身边的第一女官 我们要调查 也得找一个证人 王上驱逐戏班出宫 我怀疑那人就混在其中 结果赶回去阻拦 不想中了你的圈头 你捉住我们三个人 关在密室 将我们乔装成这样 就是为了制造冤案啊 住口 你 王上 宫里人人都可以证明 我的清白 还有那些卫兵 他们也是亲眼看到 他们试图逃跑的王上 华天下之大忌 那些卫兵都是你的心腹 怎么可能出卖自己的主人 人云通奸呢 我 这要是一败路 全都得死啊 你说你没有情人 敢搜一搜吗 搜就搜 我 问心无愧 父王 这宫女又怎么了 父王 此男子正想昏出宫去 被儿臣一举情祸 男子 对 看来真有此事啊 王上 这纯属巧合 我从未见过此人 巧合 说你又一肩肤 竟然马上就搜出来一个 天底下哪有这么多巧合的事呢 王上 我真的不认识此人 你到底是何人 是不是被吕不韦收买 故意来陷害我的 你若无苟且 所以 吕不韦又怎能未卜先知呢 王上 这就是公子傅 兴风作浪 借刀杀人的罪证 你 那这这什么若且瓜族 王上 公为内务 当由我来处理 赵公早有戒律 凡 霍乱公为者 本人 处以急刑 亲族 接受朱连 你 当真 好大的胆量 王后 坦诚认罪 王上宽忽 或可 以你一人之性命 免全组之灾故 若 之无遮掩 定 言诚不黛 说吧 你 究竟是何人 又是如何潜入宫围 是否真的与公子复了 此通 王后明察 我的恋人 在宫中 因我过于思念 擅闯入宫 与他人无关 请王上 王红大量 不要祸继 我的家人 我愿一死赎罪 王后 还真是有点阴邪 请王后休息一会儿 这个混账东西 竟然敢惊扰王后 托下去 诺 现在死无对证 公子复应该很开心啊 不 可以查 查此人是何身份 如何入宫的 一定可以查得出来的 这样就可以证明我的清白了 听公子复所言 定是将所有证据都消灭得干干净净 还查什么呀 谁说没有证据 不是还有两个证人吗 王孙 刚才吕不韦所言都是真的 是 浩兰 这都是你亲眼所见 是 王上 凡治世人人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人 浩兰心地宽宏 仁义为先 誓涉亲昧 纵知真相 又怎忍心揭露 李女官 你这心肠未免也太仁慈了 难道你忘了 这个女人 当年是如何迫害你的 她可曾念过半点姐妹之情啊 寡人信你们 王上 王后 我没有与人似同 真的没有啊 此人 此人定是被吕不为首脉 一定是这样的 王上 言辟之罪 乱家乱卒 欺者其也 一语之棋 终身不敢 既为人妇 就该守妇道循规蹈矩 而你偏偏做了个坏榜样 若人人学你 赵国岂不礼仪消亡 银风盛行 而你 知错不改 还要嫁祸于人 这样的女人不该杀吗 王上 拖下去 王上 我是被冤枉的 我是被冤枉的 我真是被冤枉的 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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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上